老闆 老闆時間到了 我報到他 你為什麼先離開 我都說到這麼明顯 他說不知道要請我吃飯 怎麼有人這樣做人未婚夫 根本一點都沒聽到 您可以 老闆 你現在在床班 你呢 你沒看到我在就無福嗎 好啊 妳不贏 做妳不贏 人家這樣繼續不贏 打拼妳的需要 我看妳有需要 無所感情 我們分手 分手就分手 妳說什麼 妳說要分手 妳還說 什麼分手妳說那兩年 吳珊珊 說分手這兩個人是妳的 好 就算我是我成功 妳就一定要 妳認真到我計較 我是女兒子 妳不能扭一下 有些事情不能扭 不過有些事情是不能扭 妳比當時脾氣比較軟 也要塞身體 我都能忍耐 不過最愛的兩個人 如果要分手 就像老婆說離婚 這都是相害中兩個人的感情 我不是挑戰的 這種話說一次是情緒 說第二次是衝動 如果說第三次第四次 那有可能會變成真的 妳剛才也有說過 妳不是一樣的相害我 那是因為妳先說 我才回答妳 我現在是要讓妳知道 說這分手這兩年 是有多重害人 妳如果真的愛一個人 她會很心痛 對 都是我不對 我不應該說那兩年 妳怎麼有需要妳在哪兒 妳說什麼 妳說話站在幹什麼 不要緊把我安慰一下 對 沒問題 我一次是說女婆 以後我們就煮鍋 叫我珊珊吃西式 稍稍去 吃西式就吃西式嘛 我現在沒事 就要你 妳很安全 就是 有受害人 然後妳說 我去吃西式 我叫你吃西式 我叫你吃西式 你怎麼會吃西式 妳看西式 你如果是動作我是好朋友 你現在就帶我去找菜園會 透風度 他又是抓你哪裡不開心 他要把我分手 什麼 說幾百步啦 結果說分手的人是你耶 好了啦 不要這樣整個面子鬧鬧鬧啦 你就換了一個角度去想 他這樣就表示 他只是不想要一直聽到你說分手 那就表示他的心裡最要緊 你很愛你 他不太不敢你的啊 你怎麼這樣 你不可以參加你這樣好好跟我說就好了 我跟你說啦 蔡永輝那個人 他就是心裡的脆皮 他不會認輸的啦 你就不要跟他計較了 我是他的老朋友耶 不可以女兒一個喔 我不管啦 你去教他啦 教他怎麼做一個男朋友 他如果是有你一半大心 我現在也不會很相信 你會相信 那是因為你想到他的心啊 就算我真的做不到 不過我是女兒子耶 你是男朋友的 你一定要這樣跟我計較喔 剛才像你啊 剛才像你啊 你也是女兒子耶 不過你就特別大心 那心事比女兒還比較油 有時候我都覺得 跟你做會還比較主宰 看起來 我在自己的心目中 會有很多油點喔 那是當然喔 可以賣我生的家 買東西 還可以跟我 怎麼生中大半的男人 你是為了一個 你把我當作你的節目要打 你開心就好了 我是誰 我是Lukas 我又不是普通的男人喔 你本來就不是普通的男人 你是最厲害 最天才的服裝設計師 台灣的時尚觀念 要看你扭轉乾坤 你要對你自己有信心嗎 我當然有信心啦 只是 只是怎樣 我 你是不是有感人 你坦白說喔 看你這樣喔 一定是有嘛 我就說 像你這樣 驕傲又自信的人 哪有可能去 煩惱別人怎麼看起來 到底是誰啦 我還不是誰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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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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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有什麼 你不用抱歉了 你就告訴我 我可以替你出主意 看怎麼樣 對情對方 你替我出主意 你也拜託 你自己的事情都處理不好 你還在煩惱我 才不會太狠 我真認真在關心你 你這樣把我考慮 你是不是 把閻羅王給我 真的很久沒聽到 你叫閻羅王 看起來了 這次大事大條 你真的讓它起床 好啦 別說 不行啦 你一定要說 到底是誰 你自己的人 是誰 你快說啦 你跟我說啦 你不說 如果這樣 我站在你臉頭很靠 靠我整個臉 靠到你的眼睛 靠到你的眼睛 好… 好…我幫你叫 拜託 你不要靠 那個人是誰 根本不重要 重點是 他現在已經有教育的人 而且那個人 又是我的好朋友 什麼 你去教育 你好朋友的心上人 我的天啊 叔叔 我們這樣 不就是參加 連續去拔的 男姐的三角實體 沒有錯 第一 我沒有這個路 別人的感情 沒有三角實體 第二 她現在已經分手了 不然你剛好 你現在就去追求她 既然她兩個分手了 這不算是 恆大度愛嗎 這樣嗎 或是你怕 對方不咬的理 自己記著 然後連朋友都做不成了 這也不是不可能 雖然真的有可能 自己記著 不過 你如果不咬自己的心 說出來 你不會覺得會 每個人都有追求愛情的權利 你怎麼打拚去盡處 就算最好失敗 既就不會覺得有危險 對不對 吳珊珊 你今天是怎麼樣 碰到藥嗎 鄉鄉可以說這裡是大道理 我本來說就很有道理好嗎 這樣 好 感謝你告訴我這位 我會去試試看 謝謝你給我鼓勵 吳珊珊 你不要這麼肉麻 你如果是我的工具 你現在就去找那個閻羅網 替我好好教育他 是 老闆 三三是早去逃 三三是早去逃